因為其實你那個 因為我想要再回應 就是說以你這樣的公司的特質而言 其實如果你們在技術上 走到非常非常專精 譬如說Intel Online 技術品牌 或是Intel Insight 他不直接做消費者 他完全以他的技術 或是他的技術定位取勝這樣 他不做消費者這一段 所以有可能小提也把一個 可能走向一個非常在技術上 或是在材質上 可能走到非常非常非常 就像你講的臭的臉 我還是可以逐遍大概一個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法 如果你完全都不走消費者 你就是在技術上不斷不斷的超越這樣子 那 我可以報告一下 技術上面我們確定 Cross 領域的整個 剛剛有講到速度上面整個能力 已經我可以確定 真的很少有這樣子的公司了 至少全世界很少 你去找你真的找不到 OK 然後第二個件事情 這是確定 第二件事情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消費者產品 你不要被我們騙 這些消費者產品 我們是真的在做消費者產品 我們公司的營業額 跟消費者產品有關係的 到底有多少 你想我們營業額是來自消費者產品 No way 很重要 百分之六閃像是來自環保建材 其實是建材 但是我還有很多是材料 我是有說真正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第一個要 我們其實大家可以也許討論一下 就是你知道Fashion的品牌 Polo Ralph Lauren 他到底在賣什麼 賣英明曲啊 賣英明曲嗎 對啊 但是他做這個image 他要做什麼 你看他其實賺錢的東西 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Polo山 但是他需要到處開旗艦店 他需要到處辦Fashion Show 你知道一個Fashion Show 在美國隨便五百萬美金 兩百萬美金 你花錢有人這樣花 Fashion品牌Polo Ralph Lauren 他到底在賣什麼 我們有辦法真正穿Polo Ralph Lauren 他真正賺錢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It's my image 他真正賺錢的東西 所以他限量 我辦Fashion Show 50件 真正能買的那個課程 是非常非常非常極小極小 OK 如果以這樣子的一個 高度精品的策略的話 我還是一直想到 就是 我還是一直想到 會不會被環保理念變成 因為品牌要賣的是時尚尖端 所有人都想成為好色的人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對所謂的環保 會不會到達對品牌那種狂熱 或是有那種敗霧的那個型態 會不會到這麼極端 對一個環保那樣子的東西 因為環保根本跟資本主義 主義奢侈品的運作 他根本是目前為止沒有找到一個整合點 對 所以為什麼要奢侈 奢侈其實就是因為你比較屌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OK 就是這一句話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今天開環保肌尼的人不夠帥 如果開環保肌尼不夠帥 就是一個 我跟你講我弟以前在香格里拉實習 然後我每天半夜就會去探班 然後你知道為什麼我去探班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去探班嗎 對不只是for lamborghini 是for lamborghini出來的那個女生 然後最有趣的是 因為到了半夜 高級飯店晚上都是像酒店一樣 你知道 就是超有錢的人開了一台lamborghini OK 然後停在門口 然後一個超漂亮的女生走出來 當然是去開房間 超漂亮的女生走出來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 18歲就坐在那邊 然後最有趣的是 從駕駛座走出來的那個人 Oh my god 禿頭 然後全身都是汗 然後就很 然後拿著一個那種皮包 就是那種很 然後就一看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一直在 What Right What 但是如果今天 這個東西被扭轉 為什麼一定 這就是我練為什麼 為什麼奢侈 一定是 最帥的人 Why 不需要 你看其實這個動作已經開始了 你不管從大品牌 從我們跟Nike 跟Tumi 跟各個不同廠牌合作 到現在的所謂的 像Poms OK 到Welbert Parker 就是我們跟那個紐約 創業家講的其中一個 他就是每一副眼鏡 他每一副眼鏡他賣出去 他是給 別人再給 買不起眼鏡的人再一副 你知道大家其實這種奢侈 也會有頂點 也會有頂點 大家到最後 我覺得 還是 雖然人 就是有這個DAN在作稅 但是到最後還是有一點點 Conscience 人性本善 到最後還是有一點 善念 你如果看到 這麼漂亮的女生 就是只能跟這樣子的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開這麼漂亮的車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What the 那如果你認為 這個是未來社會一定的可行性 那我覺得我們真的沒有必須要在這邊 再繼續混下去 我覺得這很可憐 OK 那以前是這樣子 我覺得以後不會這樣 那也許這就是那一股熱情 讓他能夠繼續下去 想問一下剛剛那一副眼鏡 散開錯 你怎麼知道 賭賣 都被我們撇了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賣給人的 不是自己嗎 因為我們沒有錢做自己的品牌 也沒有 我們自己很清楚 我們的品牌不是這樣 我們是技術品牌 我們要的是技術 技術是可以累積的 但是品牌 你要知道Fair By the way 這個大家有點注意這個迷思 全世界的品牌絕對是來自創新 沒有一個品牌 而且創辦品牌的人 正常除了Fashion Brand以外 沒有一個是設計師出身 也沒有一個是商學院出身 而且任何品牌的創辦人 永遠是工廠出身 連現在Nike的老闆都是 所以他們全部的基礎工 就是基礎 就是你不管今天是讀Business或什麼 你要有自己的基礎 就是看事情的基礎 所以他們即使都是基礎工業 然後再來講 你現在會覺得值錢的品牌 30年以上 所以我們太快了 太急了 這只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們Business score的最大的問題 是我們太急了 因為你覺得策略可以解決事情 但是No not really 因為我們太急了 你知道一個品牌的累積 你看LV多久 Purada多久 你知道Purada多久 1920年就有 是他爸爸創命 LV多久 Hermes多久 OK 如果你認為這怎麼辦 Mercedes多久 連Facebook都很久 Facebook都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他就成立了 所以他都比我們還久 他12年了 所以我們太急了 真的太急了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剛剛你在提到 提到就是你公司的快問 或是成立了60個人 比如說現在目前30個人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你現在心目中 有沒有一個最終做 我們現在公司 會來把這個理想規模式 現在這樣子就OK了嗎 還是其實你還有其他的想法 最近我看了那個Cheers雜誌 請我去看那個Steve Jobs的電影 你知道他做的 我覺得因為之前我沒有讀他的書 但是其實我們在美國 對Steve Jobs其實蠻了解的 蒋老師一直都很了解 你知道他永遠的 工程團隊就差不多就是十幾個人 剩下你說什麼三萬員工 四萬員工 那我讀那個都是 銷售人員行銷的人 基本上就是辦活動 因為他需要很多人力 但是真正的腦筋的人很少 基礎人力很少的 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在Apple 也許你知道那個 就像我們最近跟Nike合作 根本他們全公司就是那幾個人 蒋老師只有那幾個人講話說的是算 剩下都不算 全部你那幾萬個人管他講的都不算 因為公司蒋老師真正做決策 就是那幾個人 那是很恐怖的 現在如果你說你成功的訂立是 我要在那幾個人裡頭 才叫成功的話 那其實反過來 他們為什麼這幾個人會在那個團隊 所以你看不管是軟體的就是一個 硬殼的就是一個 主機的就是一個 介面的是一個 就一個人 one person